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鞋子的内侧 尾部 还有一个鞋底 OK 因为我还没有实战嘛 刚拿出来 所以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上手介绍啊 首先呢哈登这个人 OK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 因为他我觉得两个决定都非常正确啊 第一个决定是从雷霆队的Sunders的第六人替补转头火箭队当了这样一个当家后卫之后呢 走上了巨星之路 OK 那第二个选择呢 是从耐克转头阿迪达斯啊 同样是从耐克团队球鞋的一员 转到阿迪达斯之后成了他的当家球型 对不对 所以呢 方方面面 这两个大块 我觉得哈登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鞋子的外侧呢 整个鞋子就是这样一个黑金配色啊 超级帅啊 它的侧面呢 你有看到它的鞋身的部分呢 是黑色的编织啊 上面有配一些这样金色的一个穿插的一个条带状的一个东西 所以整个鞋子尤其在晚上的时候会非常的赞 OK 然后呢 侧面有一个阿迪达斯的三道杠啊 那这个鞋子的正面呢 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化的一个 应该叫鸡皮还是绒皮的这么一个设置吧 摸起来很柔软啊 我之前前两年不是刚评了一个12代的Royal Blue的一个鞋子嘛 我当时就说那个特别像小孩的屁股 对吧 那可能相对于那个皮子来说 这个我不太确定它具体的专业术语叫什么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软的啊 而且它这个皮子啊 它不是说是织在这个鞋面上 它是一个可以 怎么讲 手是可以 它是套上去的啊 你看我的手 手指是可以穿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皮呢 只是覆盖在了它这个鞋身上啊 鞋身这个材质呢 应该不是prime knit啊 因为摸起来不像 也不是尼龙材质 它只是一个编织的比较厚的布料的材质 另外呢 鞋带 它的鞋带也是在鞋身的侧面的位置啊 哈登的鞋子鞋带为什么都要在侧面呢 不知道啊 然后呢 它这个整个鞋子是一个袜套式的设计 所以没有一个鞋舌的样子 所以它这个鞋带其实就跟那个NMD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是装饰作用为主吧 可能功能性会稍微差一点 它鞋带在侧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热加固的PP膜 对吧 不知道是光线能不能看清 对 然后呢 鞋带是直接从鞋身打了几个孔这样穿过去的 但是然后鞋带孔也不会很多 一二三四五个的样子啊 基本上它们又只是集中在了后边的部分 那前面的部分呢 它就靠这样一个鸡皮来起到这么一个保护的作用 OK 这个就是鞋身的侧面 鞋身的正面呢 它同样也是一个不对称的啊 不光鞋带不对称 现在这个logo都是白的好吧 那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logo 因为它设置的非常有质感 它是一个应该是金属的 或者是类金属的一个颜色的涂漆 所以很有那种中国古铜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样的东西它贴在这个鞋身上 我就怀疑我如果使劲抠的话 会不会把这个logo给抠下来啊 这是一个我比较担心的啊 但是这个鞋身其实还蛮帅的啊 这个鞋身 然后呢 它的这个鞋子内侧呢 它会露出有点像crazy light boost啊 那一双鞋子一样 你能看到它的全掌boost啊 另外 这个要重点强调一下 就是既然螺丝跟维京丝的鞋子有了 它真的必然是全掌boost啊 一体化的 从后到前啊 这个设置跟另外两个是一样的 对吧 后面比较厚 前面比较薄这样子 然后呢 捏起来非常质感 另外它用了这样一个类灰色酷灰或者是黑色的这么一个半透明的这么一个橡胶 给它裹了一圈啊 但是这个橡胶不会很硬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手捏这个鞋子的内侧 它的形变非常明显 所以是一个非常软的橡胶 它只是起到固定加固boost的作用啊 防止你在彩牙过程中 它像nmd或者pureboost一样太软 对吧 所以有这么一个紧固的作用 另外呢 鞋底呢也是这次非常有看点的一块啊 因为你有看到它这个很少见这样的鞋底纹路啊 有一点像钻石的那种璀璨的那种光芒啊 有多棱面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呢 它这边会给的比较密一点 后边会给的比较松 但是整个这样的鞋面其实还蛮少见的 我个人感觉 然后呢 也不是xd啊 也不是耐磨橡胶 所以我说这双鞋子特别像一双休闲鞋 反正至少我啊 可能到再过个两三个月吧 把鞋子穿旧之后才会去实战 平时的话就绝对是一双休闲鞋 然后呢 这边呢 它的中底啊 也有 中底是一块金色的中底 不过呢 它上面有一段话 我刚刚有看到 上面写说 The color treatment will begin to wear off over the time with use 意思就是说 这个金色啊 它是会随着时间会可能会掉色的 再看一下鞋子的里面啊 拿出来看一下 首先补充一下 它这个鞋带头金属的 OK 所以呢 有像一圈很有质感啊 细节都到了 另外呢 鞋子里面呢 也是一个黑色鞋垫 上面有一个哈登的logo 另外它的中底呢 摸起来 这个中底是很软的 阿迪达斯这几双鞋 它的中底的 啊 不知道中底 脚腕的海绵都给的非常软啊 包括它鞋子前面 它也是有一层加厚的 所以你摸起来整个都是非常软 我想必穿上应该会打球的话 也应该会很舒服 然后哈登的鞋子基本上 它虽然这个身体比较快 头也很大 但是它的下身其实还蛮灵活的脚步 所以呢 哈登的鞋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低邦啊 包括它之前在耐克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低邦鞋 它的脚腕的中底的TPO你能够看到一下 其实是很低的啊 所以这个鞋子的保护镜的话 你可以想象应该不会特别好啊 但是黑金色 这难道不是一双非常潮的休闲鞋吗 而且哈登在美国真的是非常的火啊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阿迪达斯的当家球星就这么一个吧 在巅峰状态的 也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这双鞋子很多潮人把它当休闲鞋穿了 鞋子就是这样啊 非常精致的一双鞋子 刚才我在我的群里面说 有这双鞋子之后呢 很多观众也都很激动啊 因为大家都在等这双鞋子 真的很棒 像这样的细的鞋带 鞋带头 包括这种袜套式设计 全掌bost 黑金色 然后非常有质感的前掌材质 都非常非常的杂 这个做工真的是无愧于阿迪达斯当家球星的配置 所以非常的棒 另外呢 这种鞋子你如果遇到的话 我建议你啊 最少买两双 OK 所以吐血推荐 所以呢 你看 这是一双 OK 然后 两双 要table 对不对啊 一定要买两双才够意思啊 这双鞋子休闲也可以穿 然后打球也可以穿 都没问题啊 所以这双鞋子可能大陆地区也上市了 台湾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五千出头的样子啊 不是很贵啊 然后如果你有VIP的话 你会打个九折的样子啊 大陆的话想必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大家今年还没有买篮球鞋的话 或者说年底了还想再入一双鞋的话 如果你想既能休闲穿 又能打球穿 能胜任几乎所有场合的话 我推荐这双哈登的第一代签名鞋 黑金配色 非常帅啊 那简单介绍就这样 费好点多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过交流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记得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 拜拜 还得是因人而异吧 有的人就不太适合留胡子 我觉得男的留胡子还是挺帅的 但是我不太喜欢留的那种特长的 比如像哈登 我每次看见他那胡子 我都想给他剪下去 好多人说哈登没胡子的照片 特别像吉和俊逸 其实我觉得他没胡子的那照片也还挺好看的吧 哈登和吉和俊逸的照片相似度还挺高的 呀 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特别有翻译区 我觉得还是多好看的 比如说我的俊逸是北克海默 还有金玉石大叔 陈道明 也是也要看人哈 长得好看的留起来就叫性感又帅 长得俊逸 就只能说是威缩了 这就是一句话中解 长得好看的就叫大叔 长得俊逸就叫威缩大叔 我觉得俊逸特别有养肝齿些 给人特别温肿的那种感觉 要帮我俊逸的名字抛出开 我好喜欢哦 我喜欢了好多你哦 不许多那种感觉